潘长江对女儿潘洋说 我身价好几亿 够你花一辈子 就这样潘长江拒绝了女儿进入娱乐圈的请求 潘洋也心甘情愿地走上了被家长安排的人生 眼见女儿到了谈婚论嫁 潘长江通过朋友认识了石磊 整个家族都是做御式生意的石磊 不仅多金还善于乐器 曾与朗朗是同班同学 在父亲强烈要求下 潘洋无奈同意与石磊相亲 不料之短短的一面之缘 却让两人擦出了爱的火花 也因此潘洋被网友送名潘石磊 婚后不久潘洋怀孕 在众人期盼下 潘洋生下了一个男孩 父亲潘长江开心不已 满心欢喜地喊道我当老爷了 我有外孙了 但当护士把外孙抱出来时 潘长江却看都没敢看 捂着脸跑开了 这一奇葩举动惊待了一旁众人 妻子杨云不解地问 究竟为何要如此做 潘长江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 原来潘长江怕外孙长得像自己 当年潘洋长相完美 避开了潘长江的缺点 长得亭亭玉立 成为了潘长江一生的骄傲 如今问题重现 让潘长江又喜又忧 然而潘长江的顾虑并非多余 外孙与潘长江的长相如复制粘贴 特别是笑起来 更是跟一个人一样 也因为如此 潘长江格外特爱这个小外孙 空余时间便陪伴外孙 近日潘长江因为带货风波深陷泥潭 被网友吐槽挽洁不保 昔日的老艺术家夏华城潘子 遭到网友口注笔罚 不缺钱却在直播中捞钱无下限 引众人气愤 不知道经历此事 潘长江是否会直接代家看护外孙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